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随着人生在不同阶段的生活呢 居住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的面貌 例如在年轻的时候 首购族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出社会 有稳定的收入 想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等到家里多了许多的新成员之后呢 需要的生活空间就会变大 或者是有学区的考量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面临换屋的需求 政府为了减轻民众换购自住房地产的负担 有规定重购自用住宅者 可申请退税的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购退税 但是在重购退税的背后 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什么又是重购退税 他申请的试用条件是什么 本期节目呢 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专家 KPMG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的 无能级会计师 邀请阿吉会计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重购退税的议题 让我们来欢迎他 哈喽阿吉会计师你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阿吉会计师 我想先请教您 在重购退税 毕竟因为房市的热度很高 那现在许多的报章媒体 在买房这个议题的报道上面 都有提到说 这个购物者有重购退税相关的措施 首先我就想先请教您 这个重购退税 他退的是什么税呢 Peter一开始就讲得很好 就是说一般的小资主 刚才出社会的时候 他们可能储蓄不多 那就先买一间小房子 可是将来有新成员的时候 他准备要换大房子的时候 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直把小房子卖掉 可是大家知道说 当你在卖小房子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第一件事 你房屋有谁的房屋交易所得税 第二件事 房屋所附属的土地 有个土地增值税 那如果说你这整个房屋 是属于新制的话 你整个土地交易所得税 意思就是说 政府有考量就是说 当你在买新房屋的时候 你要把小房屋卖掉的情况之下 所缴的税 可以把房屋交易所得税 退掉 或把土地增值税 退掉 但是如果说 你的不动产是用新制 你的房地合一的所得税 也是可以去申请退税 那我们这个换屋的 退税的期限 它有个期限在吗 还是它是无限期的 其实换屋政府是要给的期限 比如说你在109年1月1号 买的房子 你后来要重购退税 你可能必须要在两年内 找到你的新房子 所以换屋的期限就两年内 那不然你是先买后卖 或先卖后买 期限就是两年 所以是增值税 就土地增值税 跟这个交易所得税 这两个部分 是我们所说的 重购退税的范围 是的 那我想请教 我们认知了这个退税 是退什么税之后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 自用住宅跟土地 它都是在这个退税的范围当中呢 好 这部分的话要特别跟各位讲清楚 讲细节部分 因为很多人在这部分的话 是有弄错的 第一件事刚讲的就是说 以房屋为例 我们房屋有分 新制跟旧制 那我们就先讲旧制好了 所以旧制就是说 你的房屋取得日期 是在104年12月31号以前 那原则上 这种情况下 你的房屋的户籍 登记地要符合自住的话 必须户籍的登记 是本人 房屋所有圈的人 本人 配偶 或直系亲属 先有这样子人 住进来之后 那就是所谓的 符合所谓的自住 这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这些人住进来之后 可能有些人 他可能只把户籍 登记在这边 可可搞不好 房屋是在出租的 所以如果说 你房屋有出租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卖出之前 一年内 有出租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也是不能适用的 那第三件事 你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当你房屋 如果说登记户籍 是本人 是配偶 是直系亲属 在就这范围内 那你也没有出租 那这种情况下 你把房屋卖掉 所缴纳的所得税 原则上 在就这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以 卖小买大的情况之下 才有机会 退到所得税 因为旧制是 以小换大 才有机会退 但是呢 心智考量了这一点 心智的话 如果是说 在整个房地和一税 的情况之下 可能 现在的房价越来越高 你可能算是 以大换小 或说以小换大 都看照比例 去从后退税 但是呢 心智又多了一个门槛 就是说你必须要 居住的事实证明 什么叫居住的事实证明 比如说你真的在这边 有水电费啊 等等这些东西 去证明 你有居住的事实 哦 所以 有居住的事实 可能是包括您提到的 水电费 还有瓦斯费 是 因为如果是空污 就不会有瓦斯的使用 是 所以不是说 这边户籍有人 他就可以去申请 对 如果是以 心智的情况之下 那不论是 心智或旧智 原则上都不会有出租 或营业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会把一些 公司行号登记在家里 这部分的话 也没有办法符合 所谓的 自用住宅 从后退税的门槛 跟条件之一 哦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部分 就如果您有一些 公司行号的话 最好是不要设置在 这个 要申请退税的 这个 所在地 是的 是的 哦 那因为您提到 有两种 这个适用的 退税的对象 那这个适用规定 是不是一样呢 他们退税的方法 如果是以 房屋的新旧制的话 原则上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 那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一并申请退税 嘛 那这时候 稍稍有点不同 那我稍微讲一下 第一件事 你想想看嘛 你今天 你当时买的房子 可能是登记先生的 可是之后 你把房子卖掉 再换大房子 你可能为了 疼老婆登记太太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是登记先生的 或登记太太的 只要符合刚刚的 没有营业用 那又自住的情况之下 那原则上 都可以去申请退税 但是呢 土地增值税是不一样的 土地增值税 如果一开始 就土地登记先生的 你新土地 所有权能 也必须要登记先生的 所以这部分 都要听众 特别注意一下 这种房屋 本人或配偶 谁登记都没问题 可是土地 要看原始的 取得人是先生 你之后买的 还是先生 才有办法 去申请退税 所以这一点 我想可能很多人 会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 真的大家听众朋友 听到这一节的时候 就要赶快来笔记一下 那我想请教的是 还有一个 这个救治的 这个所得税 他们是如何去审查 退税资格呢 其实他在审查方式很简单 举例说明好了 当你在把救治的 不动产卖掉之后 可能你的所得 随便假设 就是赚了100万 那100万 当下你的 累进急剧的税率 可能是用的是20% 也就是说 你在中所税这边 在过去 救治的情况之下 就房屋的部分 房屋的餐饮交易所得100万 你乘以税率20% 你缴了20万了 可是之后 你不是要再买大房子吗 那政府为了减轻你之前 已经纳过20万岁的负担 可能搞不好 你卖的大房子的售价 可能你买的价格是1000万 可是你救房子的售价 搞不好 之前的那个买卖价格是200万 所以他的比例 就是可以按照 就是说 你原则上 1000万大于200万 所以原则上 这部分的20万 是可以去做退税的 是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也是 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个点 从我刚才听完 阿吉怪记师 这样子的分析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好像自用住宅 他的评数 他理论上 他是从小换大 然后再换更大 或者说 他的这个总数 他是变高的 他才能够有得到 退税优惠的 这个资格的认定 那有一些人 其实现在随着台湾的 这个超高龄化的关系 子女搬出去住了 然后他们本身的需求 假设这个退休 或者说接近退休 这样子高龄的长辈 他们如果要换屋的时候 他就变成 他是由大换小 或者说他搬到一个 比较乡村的地方 这样子的生活的形态的改变 跟购屋的住所的改变 他会不会就不能 适用这个资格呢 好 其实这问题问得很好 这时候要去区分 刚刚所提到的 以小换大房屋部分的所得 所以可以退的那久制 可是在新制的过程当中 就随着房地合一税 政府又考量这一点 你可能当时的那个房屋 买卖价格 一开始的买卖价格 可能是一千万 可是后来想说 想要搬到郊区去 因为可能 可能想要去台东住 可是后来买的房子 可能是三百万 那这时候你看起来 你买的三百万 跟之前买的一千万 看起来是以大换小 以价格来看的话 是以大换小 那这种情况下 看起来好像是不能退 可是其实在薪资之下 他可以按照比例的方式来退税 例如说 如果说你卖料 还是要缴了二十万 那这时候你的比例就可以用 卖掉房子的一千万 然后占到那个 重购价格的三百万的比例 去申请退税 就是二十万 乘以一千万分之三百万 所以在这个 房地合一的这个部分 看起来自住换屋的人 他还是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即使他是由大换小 他还是能够享有相关的优惠的措施 对没错 我要帮大家整理一下 刚才会计师提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这边不能够是出租的 或者是营业用 把公司设在这里的话 他如果有这些相关的事实的话 已经享有的这个优惠 他是会被追回去的 是不是 刚刚那个叫做是 你在申请重购退税之前的条件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重购退税之前 一年内 你有出租或营业的行为 那当下你就没办法符合这门槛 可是如果说 你没有出租或营业的实际 你又自住 你符合这门槛之下 你跟政府申请的重购退税 他也希望你说 将来买的这个大房子 真的是要自住用 而不是去出租用 所以刚刚Peter的问题应该是解释说 你之后政府申请重购退税成功了 那但是呢 你五年内 因为是自用嘛 所以你五年内 不可以去变更 这房子自用住宅的一个用途 比如说你五年内又去出租 那原则上 或五年内又严业用 那我说被抓到了 那原则上 你就要把之前退的税 交再还给政府 是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可能也好奇的 就是说 疫情影响 这三年来 其实有很多海外的台湾人 他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 他是没有回台湾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有这个 迁出户籍的这个举动 是 这实际上 他是发生很多很多的案例 那如果有这个举动的时候 他不是被迫的 他是不能回来 或者说因为疫情的影响 可是他会因为这样子 而不符合这一次 重购退税相关的要件 然后他就必须要再多缴税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说他之前已经申请 重购退税了 那政府会把税退给他 可后来他因公务在海外出差 那又遇到疫情的关系 他可能就说被处击了嘛 对 那刚好提到就说 你重购退税之后 新的房子 你必须还要符合 自用住宅的用途 那但是因为你公务在外 那疫情的关系 你被除击之后 看起来形式上 并没有办法符合 自用住宅的要件 但是这个是所谓被迫 并不是志愿性的行为 所以如果是按照这种情况 你可以跟主管机关 到时候去说明 那主管机关如果也了解 确定说你这房子 真的都没有出租 或营业上实用 他还是不会去追你的税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在阿吉会计师 完整的这个说明之下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 比较了解了 这次申请这个重购退税 到底退的是什么税 然后你可能需要 注意一些什么样 相关的规定 可能大家都已经了然于心了 包括不能有出租 不能有营业 然后你不能设置公司行号 当然了 这个我们也特别 特别关注一个重点 就是疫情之下 税务认定基准 上面的一个影响 那会计师也非常 详尽的说明说 其实这个破于 现实的情况的话 其实税务机关 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通融的空间的考量 毕竟房子 一辈子大概也只买一两次 这么重大的事情 有相关的优惠 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今天就是你学习 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 所以非常谢谢 会计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Peter 谢谢各位听众 KPMG知识音乐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